市民!!!!! 市民党小型市民子 貶小水 市民党小型市民党小型市民,市民党抵到市民党高 市民党小型市民餐堂 市民党小型 市民党核型 市民党小型市民党长 市民党的 journalism党大致 市民党高党凶党大致 市民的內容 市民租制裁的 市民租制裁 市民的內容 市民租制裁責任 協商 第三百五十案 有跟鄧杰 他同意拿掉 其它改組這一造 照延文 好不好 我們結束 響鐘 三五零 這樣結束拿掉改組決議 對,順便報告不要拿掉 三五零嗎? 對對對 修正通過就可以了 對對 再加報告嗎? 要書面報告,改組決議書面報告,同意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三五零就變修正通過囉 等一下宣布 等一下宣布啦 好吧,三六零 三五零 三五零 哪樣啊? 三五零 他保留了不是嗎? 我們 原來是保留嘛 現在改為修正 文字修正通過這樣 好 那三六零嗎? 三六零 現在還沒有開始 我們要正式開始了 會總召 來 我們就開始 繼續開會啦 好 我們現在 就繼續開會 然後 開會 我先 先向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 剛才三五零是保留 但是經過休息協商以後 現在 有關於這個最後一行 那個提出報告 改為書面報告 所以 這個 三五零的部分就 修正通過 改為修正通過 不動節 改主決議 不動節改主決議 提書面報告 有同意嗎? 改主決議 再來就是 補充一下 就是 剛才 政天才委員 有提 就是說 要我先 向大家報告一下 就先讀一下 昨天提案 448案 原並 昨天提案 第9案 請改列 今天第79案 並案保留 好 就這樣 好 那現在我們就看 360 來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這個案子 建議 建議 我們行政部門 這個 修改一下文字 給個書面報告 好不好 好 好 360 主決議 那行政部員 文字修改 提一個書面報告 好 好 那這個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請看393案 這個案子病到下一案 396案 好 393病 396案 好啦 現在請看396案 我們請那個 政委 其實這是一個大家普遍 在科學上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那就是現在的國產疫苗 我們看到國際疫苗包括像BNT輝瑞莫德納AZ疫苗 他們都有進行第三期的實驗 而且呢有其中的報告之後才申請緊急授權 所以台灣也不應該這個簡化或者是縮短這些在國際上面認證必要的程序 另外呢在第三期的臨床實驗必須要做之外 如果說要做免疫橋接的話 也必須是通過國際包括這個WHO的認可 因為到現在最新的訊息 我們昨天在審查的時候也提出來 美國的FDA他最新的公告是他不接受免疫橋接 所以可見的免疫橋接並不如本來部長所樂觀的指稱說 未來國際就會接受免疫橋接 那我們很可能變成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用免疫橋接來取代三期的國家 所以加上現在國人對國產疫苗甚至於對AZ疫苗的信心嚴重動搖的時候 不應該再省略這些必要的科學程序 因為這對保護力的實驗是非常必要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必須清楚的要求 應該要如同所有國際的標準一樣 經過三期臨床試驗的做法 並且在這邊又要取得國際的這樣的一個認證 才是政辦 走捷徑只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也奉勸指揮中心能夠走開大門走大路 走正確的道路 不要以為國產疫苗可以走捷徑可以引壓苗助長 到時候只會製造更多防疫上不必要的問題 謝謝 好這個問題可不可以請陳部長來回覆一下好不好 陳部長請說明 當然所有的疫苗能夠都走完程序 那當然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能夠確保它的安全性 跟它的一個所謂的有效缺效的一個情況 但是也因應整個國際的疫情的一個嚴峻 那必須保有一些萬億的一個情況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還是建議希望都由我們的專家來做相關的一個審查 好然後再看看這個東西是不是能夠符合大家的需要 好 我們保留了好不好 好那就 我有意見 來 陳委員 就是針對陳部長的回答 就是說我們需要疫苗 但是你不能給我們沒有保護力的疫苗 所以剛剛國民黨的這個提案 其實就是最中肯 最有這個說服力的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衛福部你們實要署 在針對EUA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法規 你們沒有訂 沒有訂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國產疫苗相關的審查 好相關的核可 剛剛羅智政委員也有問 你進來的有沒有藥證 好還是你有沒有核可的文號 這些到底都有沒有 那依據什麼給的 好我再強調一次 你到底是依據什麼法規 你說依據這個EUA的這個辦法 輸入辦法 那輸入辦法 你這裡面找得到這個 你核可藥品的這個文字嗎 如果沒有的話就請你訂嘛 你如果從還沒有去年到現在都還沒訂 你至少要訂 然後你才負責任的去公告 公告之後你所有進來的EUA 你就可以給嘛 給這個核可的這個 相關的核可的文號嘛 好 好因為這個案 就是會有不同意見嘛 保留好不好 好是不是保留 我只有補充一句話 補充 就是說這其實是這 這段時間以來 全國在糾結的一個問題 在野黨沒有辦法接受 很多專家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因為剛剛部長說 當然希望一切都按照正常的程序 但是萬一如果今天國庭 我們國家疫情非常的緊急 又沒有其他的疫苗的情況底下 就必須讓國產疫苗上陣 但是是誰造成這個萬一呢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所有的人 不管是用支持的用壓迫的 用各種方法希望我們的指揮中心 去能夠超買多買買足 但不管怎麼樣都不可能 像現在買這麼一點點 嚴重的不足 到貨率也非常的不足的情況底下 才會造成今天台灣疫苗的 這麼嚴重的缺息嘛 所以你不能說你在政策上面 造成了今天台灣沒有疫苗 然後又告訴我們說 那萬一不得已 所以我們只好打國產疫苗 這就變成是鬼打牆啊 這就變成是好像你政府已經設計好的陷阱 人民非走這條路不可 這是我們絕對絕對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國產疫苗不可以拿人民當 開玩笑當白老鼠 這種正常的程序 已經國際上幫你緊急縮短再縮短了 三期沒有做完 中期就可以了 連這樣簡化的程序 我們都還要再跳過 都還要再簡化 是誰讓台灣走到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頭 有太多太多嚴重的決策上的問題 然後所有的過程 我們要求要公開 要說明 整個疫苗的採購過程 為什麼會一敗塗地 通通都沒有辦法監督 全部都黑箱蓋牌 這是讓我們所有在野黨跟國人 絕對無法接受的 謝謝 好 謝謝 那本案我們就 我還是補充一句就好了 我現在說幾句你就要補充好了 你讓我講一句話主席 好 來來來 主席讓我講一下 來 蔡文 那個主席我要呼應一下 國民黨跟那個時代力量 其實這個國產疫苗的鬼怪是在 6月10號高端開記者會的早上 食藥署去把這個所謂的EUA的申請 具體的一個條件 去把它放在他的網站上面 這簡直就是量身定做 這個才是造成今天大家在野黨的一個混亂 所以呢其實我沒有要講什麼 我想不要打擾大家了 我現在要鄭重的呼籲 呼籲我們食藥署的這些專家學者們 真的不要被政治綁架 真的高端送進來 麻煩你們秉持你們的科學專業 好好的審查 真的不要被政治那個做指揮 就這樣子表達 謝謝 我來呼籲一下 我在這邊呼籲啊 這些專家們 我在這邊 就是審查的專家們 我在呼籲食藥署的署長 更要呼籲指揮中心衛福部的陳部長 萬一啊真的萬一日後 發生了問題 我相信你這一輩子 都逃不了人民對你的譴責 更對不起 你現在身當這個重要位置 做這樣的決定 疫苗 全世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小心 現在他現在在世界上 又不是沒有做過三期期中報告的疫苗 我們支持國 再一次講支持國產疫苗 但是 該走的程序是不能少的 因為這是人命關天啊 那麼重要的事情 我是覺得這些 這些專家們 你們真的是不能拿出你們的專業 跟你們的良知嗎 多麼重要的事情 就像疫苗疫苗 什麼人不可以打 這個疫苗疫苗在國外 沒有做過華人 沒有做過有病的人 這個有三高 這種高危險群的這個實驗 台灣就讓我們的指揮中心 也不去多做警告 也不做說明 平常你講啊 人命關天啊 每一條命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何況 何況 這三天 有20 他們指揮中心說25個 媒體報導27個28個 這個多麼多麼慘痛的 這樣子的經驗 我們我還真的不知道 難道高端 這家公司的利益 這家公司的股票 有那麼重要嗎 平常講 我講一句沉痛的話 高端你們要多少錢嘛 大家募款給你們好不好 這不是錢的問題啊 真的是我覺得 指揮中心你們的良心到底 到底到底有沒有 你們的良心是 是什麼顏色 真的我就覺得 想到這個我就很 就非常非常的生氣 好 好 秋顯治總召 好院長各位同仁齁 這個其實 國產疫苗的EUA 一個第一步 其實就是審查基準嘛 到底審查基準是什麼 公開 到目前為止 只有部分的摘要內容 這個是沒辦法接受的 你今天要有一個許可 這個許可是一個受益性的行政處分 在授予這一個公司一個利益 那這個狀況之下 怎麼樣審查 他要有什麼樣的要件 而且這不是只針對這一家公司嘛 這是開放的 給所有的人 就是說有要來申請的人 的一個資格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7月已經要審了 今天已經6月中了 那這樣的一個審查基準 還沒有辦法 對國人公開 這完全說不過去 所以 我們今天在465這邊也有提案 就是說 應該要趕快去公佈 到底 國產疫苗的EUA 這個緊急授權的審查基準是什麼 好 好 那 我們就做一個決定好不好 我們還是報告 審查基準我們一定會公開 你不是公開而已 你要公告 我講了很多遍 你這些重要的你要公告 你其他的基準都有公告 然後 裡面相關的 相關的藥品的何可 也要公告啊 好 好 那我們就做一個決定 好 那本案因為大家意見不一樣 我們就保留 好 請看405案 405 好 請看415 我們保留 我們保留 好 415保留 好 請看417 也保留 保留 好保留 請看418 保留 請看420 保留 保留 好保留 請看422 保留 保留 好保留 請看424 陳部長 可以回答一下這個 好 部長 針對424 請說明一下 所以說對於相關的 424 相關的來檢討它的一個 採購的合約 及購買 價格 當然我們會隨時來檢討 相關的一個事情 不過這個合約已經定了 這樣已經簽訂了一個 預採購的合約 那所以要來用國際的標準 作為採購的基準 當然可以來參考 但是我們現在合約已經定了 部長 我們把這個 就是媒體所披露的這個金額 我們國產的疫苗 現在只是二期期中的 還不是期末的解盲 其中的報告 二期期中的報告 相對於人家都是三期期中報告 這個我們的價錢 比世界上任何一個 國際WHO所認證 可以發EUA的這些疫苗 都要貴 能夠讓國人幸福嗎 真的能夠讓國人幸福嗎 我們的疫苗 所投入的 所投入的心力好了 或者時間都沒有人家長 成果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比人家怎麼樣 可是我們就是 第一個世界上最貴最貴的價錢 身為在野黨的立委 我們難道不該監督這個事情嗎 我也真的是在呼籲 呼籲執政黨 國家的 國家的就算是我們今天 所通過的預算去買的 也是人民的血汗錢 我們可以為了一家公司 兩家公司做出這個樣子的決定 我真的覺得 真的不願意講重話 你的專業在哪裡 你的良知在哪裡 我們買一個全世界最貴最貴的藥 合理嗎 真的 部長你覺得合理嗎 我只要你回答我 合理還是不合理 其他的不要講 你覺得合理還是不合理 他還是經過一段的一個談判的過程 但他也不是最貴的 那誰比我們貴 誰比我們貴嘛 現在這個價格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不過 誰比我們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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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出來 我是買一個世界上最貴的 而且只做到二期期中報告的一個疫苗 他的有效性是什麼 不知道 然後真的是 你們覺得你們這樣子花這個錢 能夠對台灣老百姓 交給個交代嗎 我真的覺得 民進黨真的是 我是覺得 不讓你們下台我真的心裡我不敢回應 我講一下 請李貴賓委員 關於這個議題呢 我覺得這個 陳部長真的應該要回應一下 我記得五月二十八號的時候啊 我們在這裡 五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蔡必如蔡委員還提出來這個質疑 然後我本人呢 也對於國產的部分 國產的疫苗 我要求資訊要公開 所以那天五月二十八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我們從早到晚都在詢問 關於AZ也好 BNT也好 還有我們這些的疫苗的這個採購的情形 那天大家就已經有質疑在全球呢 沒有給EUA的情形呢 是你還沒進到第三期就給的AUA 我們當天還特別問了 到底台灣目前給的EUA的有哪一些的公司 就是陳部長剛開始講說有三家公司 AZ Moderna 加上BNT 在12點50分左右 他馬上更正說 只有兩家 那我們姑且不論 實際上面來講呢 他其實是三家 他其實原來有BNT 如果大家 他雖然從他的網路上面把它撤掉 但是我跟部長講啊 網路上面的撤掉 透過爬蟲是可以把你當初的記錄 是可以找得出來 所以BNT原來是已經取得EUA 但是你取得EUA裡面 有沒有高端的疫苗 沒有啊 可是你接下來 就是委員在這邊提供你的質疑 第一個你不回應 第二個呢 你居然在週末的時候 你就說你就跟高端簽了約 然後你在禮拜天的時候你公告 你不覺得這個是整個過程來講 是真的是黑箱 也就是說因為這樣的關係 大家都希望所有的訊息呢 它是可以公開的 讓全民能夠看得到 什麼原因5月28號 大家在這邊對於國產疫苗 對於哪一些疫苗取得EUA 應該是可以做後續的動作的 你的說詞 如果說你原定的就是應該要跟高端簽約的話 那你就應該在那天的時候也跟大家講 他有沒有取得EUA啊 所以現在這個 剛才費總張他提到的這個部分呢 你應該要這個第424案的部分呢 應該要重新檢討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非常卑微的要求 怎麼會是你還來講說已經簽約 你明明知道委員對於這個東西要求你檢討 你不但不檢討 然後你就以迅雷不及言耳的速度 然後你去做這個簽約的動作 這樣的事情你應該用自己個人去承擔 因為你今天花的錢是明子明高 既然是明子明高 你就有義務要說清楚講明白 以上謝謝 好 樓主政委員 我想這個對於國際疫苗價錢比較這些 我一直覺得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第一個即便像這些重要的公司 他們對外都說了 每一個國家像他買疫苗的時候的時間點不同 他的價那個什麼 買的量不同的時候價錢就是不一樣 你現在列出來說歐盟國家 你要知道光歐盟買AG就買了快6億劑 我們買一千 這個價錢怎麼比 當你買的量越多的時候 你的談判的籌碼越高嘛 很多國家連二期都還沒進入就先買了 先賭一把 那為什麼 我們現在是在講國產疫苗 不是在講AZ疫苗 我現在講那個比價的意義嘛 比價是沒有特別大的意義 每一個國家買不一樣 我再舉個例子 Moderna 他們自己公開的網站告訴我們 每一個國家買可以從25塊 我們是在講國產疫苗 你們自己的論文在解 國際疫苗便宜 國產疫苗貴嘛 就是比較嘛 所以你不講 那科興呢 科興可以從824塊到1663塊 所以誰貴 所以這個疫苗不在於貴不貴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國家他的溢價的時間點 溢價的量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我講一句話� 此刻就講此刻 我們此刻去買高端的 高端疫苗的價錢 我就不相信買不到BNT 我就不相信買不到莫德納 此刻 我講此刻 因為你是此刻上的訂單嘛 我講一下好不好 我跟你講真的是 我覺得是 行政團隊指揮中心 真的做得非常可恥的事 好 好 那個副長長參加一下 秋顯智總召一下 你講什麼 副長長 簡單插一句話齁 因為 這個表是比利時的這個部長 他在12月17號的時候 這個 投出這個價格吧 那其實從這個表 我比較關心的倒不是價格啦 而是說 你要去做這個預採購的時候 所謂的預採購就是說 他還沒有得到這個緊急授權 那你要去向他採購 那我舉個例子齁 這個第五個是 德國的 QVAC 這個 這個 昨天的時候的新聞就是說 它的保護力只有47% 所以 就這部分的話 當然會有風險 所以在一個預採購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要做一件事情非常簡單 支持國產這我們當然贊成 但是 這個同一籃的雞蛋 所有的雞蛋不應該放在同一個籃子上面 其他那一些 也應該要趕快去採購 齁 那現在其實最迫切的就是說 像莫德納 這是美國的 而且 他的保護力也夠 那是不是說 趕快去做這樣的一個超買的這個動作 好 請 這個議題大家也不争辯啦 不予講這麼生氣 我們希望我們買疫苗沒有太貴 這個大家都同樣的 也不可能說政府會去當白癡 剛才林志明委員講了說歐盟買疫苗買社育劑 坦白講我們今天所有資訊都有落差 事實上現在看的這個是2020年12月比例時 這一個國家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 它和國際聯盟商不同 關係不同 價格都是非常活動的 事實上歐盟不是採過12億劑 採過18億劑 我講坦白的 國際聯盟現在買的是42塊美金 42塊美金 所以大家不要想像鬆鬆 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他們還在談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他能成功 所以這個和時間量數都有關係 那國城 很多我們市長也在判刑其他可能性 價格都漲很高 那是局面漲很高你要買不定買得到 所以我們用這個心理來看待就好 至於說現在是800多嘛 以後真的要當採購價格和數量當然會有不同 那現在的時候你不先去議定的話 將來我們買不到 這是戰略物質 所以有關這個決議 是不是有一個盡量參考 我們要求表決 好OK 好那就別的案就保留 請看425 425案也是一樣 剛剛希望政府協助我們的國產疫苗的廠商 去完成進行三期的試驗 取得國際認證 那當然因為陳部長每次的說法 就是說因為他們是民間廠商 政府當然會希望他們這麼做 但是政府不是當事人 是廠商他們要去做 那這個案子呢就是直接就是政府的政策 跟政府的標準 那麼在這邊呢很明確的 就是政府應該明確的 所有的疫苗包含國產疫苗 都應該符合國際的標準 可以取得國際的認證 那這中間要取得國際的認證 當然就必須要有三期臨床的期中報告 換句話說必須要有一定的國際的認證之後 才可以讓國人接種 那我們認為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一個最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所以在這邊希望陳時中部長 可以公開的承諾 接受國民黨主決議的要求 包含國產疫苗在內 都應該取得國際認證 才能夠讓國人施打 保留了 那扁案是不是保留 好 那扁案保留 好啦請看426案 保留 好保留 請看431案 保留 好保留 請看432案 這一案我們跟425案並案 好並425 好請看453 453就是希望 好 來撐 OK 是希望就是說就多個方案 不管是說 洽這個國際的廠商 國內的自治 或者是爭取代工國際投資等等 相關的方案去做規劃 就是一個多方壓寶 好 好 我想這個案子 衛福部應該做得到吧 好 做得到 只是說如果說一週 保留好不好 要太趕就稍微 這個 一個月 沒有時間長 能夠預計到日期嗎 好不好 剛才都討論過好不好 跟保留吧 好 保留 希望越快越好 但是買越多越好 但是 他昨天要求 我昨天聽陳家華委員 昨天就要保留 沒有 你讓他發言一下 對對對 陳委員 對啊 就是我們 我們如果覺得 要保留 我們會喊啊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這個部分 對衛福部來講 資訊公開 或者是他們去針對這些面向 去進行相關的規劃 那我們一週可以延長時間 好 可以嗎 好 你沒聽到我說嘛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一週 可以蓋一個月 好 我們有討論過啦 那個到貨騎乘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文字修正是不是 好 沒辦法 好沒辦法 好 那王委員 誰講 所以我沒有聽到衛福部回應 但同時我想表達一下 就是說像這些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 不只是要對這個委員來做公開 其實應該讓國人來做一個公開 因為包括說這個大型的施打計畫 其實我們在之前就一直提出來說 應該有相對應的SOP 讓中央有這樣的規範 然後讓地方有辦法來做一個依循 因為這邊已經是中央比較有經驗 所以像這些部分 當然如果說有些部分 覺得沒有辦法公開的部分 也可以說明之後我們來做調整 而不是說就直接保留 那我覺得有很多部分 其實是可以直接告訴大家的狀況 包括說像我們剛才提到的施打規劃 以及說剛剛其實提到價格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在國外的部分 其實在預採購的部分 都會有公告說 我採了幾劑之後 是對應到什麼價格 同時在這家疫苗 驗證到哪些程序 驗證到哪個階段 其實都是公開在網站上面的 但我們的高端在發表 這樣重大訊息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這些資料 只有說採買了 然後只有說簽約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就很荒謬 會造成國人更大的不安 以及說對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我覺得站在這個立場上 其實應該要將可以公開的資訊 都應該要清楚說明 該佈局 也不應該只有對立法委員來做說明 其實應該公開給社會大眾知道 謝謝 好 那本案 現在就是說哪一個部分 他們沒辦法做的 就是把那個部分拿掉 哪一個字 哪幾個字沒辦法 當然我們現在 有簽約的數量 其實我們都已經跟大家都報告了 那如果要進貨的時候 也會跟大家報告 那6月9號的時候 我們也跟地方政府 跟衛生局 大家來商討一個大型 擴大規模的施打計畫 讓大家來討論 分享心得 那怎麼樣進行擴大規模 來做施打 那這兩三天 其實在各地方政府 在這方面 其實都已經有一定的一個模式 可以做 所以你們有在做 那你就把這些資料匯整 就是一個月內 把這個書面報告送到立法院 這樣沒有什麼問題 你是做得到的 只有這個 我們到貨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報告 那如果要報告 我們一個月來提 所以是可以嗎 一個月 沒有 到貨會跟大家報告 跟到貨騎乘 其實是有出入的 對啊 所以衛福部如果說 這個文字需要怎麼修改 是不是可以到貨再報告 我們也是在幫忙 我們也是在幫忙你們 不是要那個 那就是請衛福部修正 就是說他有到貨騎乘 把文字修正一下好嗎 可不可以修正文字 現在還是 好 那453案 是文字修正通過對不對 對 對 修正文字給我們看 就改為一個月對不對 是 那個這樣好不好 我建議就是說 也不要向立法院報告 就簡單講 這些東西民眾也想知道 就最新是數量分配到貨 預計歸恐計畫 對外公佈 在官網上公告 在官網上公佈 可以嗎 是可以接受 那就是修正文字 公佈 好 那我們453案 就文字修正 修正通過 好 好 來請看455之1 公告表演修正 只要到標 就是 這個就是希望他能夠 超量準備 好 這文字有修正對不對 這個很中性嘛 沒有什麼做不到的 那因為是請啊 這是請啊 對啊 然後 這很中性 經濟協同指揮中心 改成衛福部嘛 好 好 好 那就可以嗎 你可以 我們今天要努力 好 那就通過喔 修正通過 文字修正通過 好 好 457 好麻煩修正的文字 要送上來 好 因為他 因為他 我們那個委員會 他要準備喔 好 那 請看457案 457 我說明一下喔 457就是第一點 就是針對 在三次專家會議 在三次專家會議去年 去年 今年五月兩次 請公開 請把這個會議記錄 提交 那第二個部分 目前所公布的 不是公告的這個基準 審查跟評估療效 療效評估 應該去採用國際認可的基準 那第三個部分 早上有簡單說過 就是目前的療效指標 用免疫橋接只做28天 而且只做抗體 沒有做細胞免疫 所以這個並不能保證 有終身免疫的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呢 請公開說你相關資訊 那如果有必要要做修檢 要做這個修正 那第四個部分 現在就是有關 一些學者也提出 我們現在要釋法48-2 那我本人也提出 相關的這個EUA的法規 不完備 所以這個部分 在這裡就是 建請衛福部要做相關的修正 那最後我再重申 這些都是衛福部做得到的 或許有些還沒有做 那我覺得我們要對 國產疫苗相關的審查 要做嚴謹的 就是百分之百的關心 那這個並不是跟衛福部 顧不去 也不是跟執政黨顧不去 所以請各政黨能夠支持 這個提案能夠通過 那如果沒有辦法通過 是不是相關文字可以修正 還是要讓它來通過 本人不認為就是這個東西 有保留的必要 好 先保留 好 因為前面有 但意見怎麼樣 先保留 前面有按照相同說明 就是請衛福部修正文字 如果哪一個部分 他做不到的 請他修正文字 保留是我們講的 不是 不是 就是 由我們來喊 好嗎 很難難 衛福部可不可以接受啊 有沒有辦法 水準文字通過有沒有辦法 哪裡沒辦法 請要具體說明 有一些要公布的資料 都涉及了一些肌膩的問題 那最主要是要終身免疫 你把肌膩的東西你可以遮住啊 這個到目前來講 如果你在 你那個療效 疫苗就沒有辦法終身免疫嘛 到現在在學術上面 不是啦你要去評估你只做28天 我的意思是說你28天這個專業的 這個專業性是沒有道理 陳偉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哪一個疫苗敢說他是終身免疫 都是EUA啊 他沒做嘛 他沒有做細胞性免疫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求肺炎做啊 我們來要求醫院的時候 那評估基準我這裡是說 他的評估基準要去 你要去檢討你的評估基準 動物的那個實驗是有做的 好 意見不一樣 大家沒有供訴 我們可以說回來討論 我沒有說他一定要怎樣 現在只是說 你如果認為 在相關的這個會議資料 認為 沒辦法 是機密的部分 你就把機密的部分 你去做那個遮掩的步 這樣的動作都可以啊 不是 你不認為這個 這個專家會議已經變了 不是 那是基準 你不應該去放任 所有的專家會議 變得一箱啊 不應該同意這樣的做法啊 基準我們願意公告啊 你講過基準願意公告啊 基準可以公告 那你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涉及有機密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遮住嘛 你還是可以公 還可以提供會議紀錄啊 保留我們提一個對案啦 好不好 大家也看得看嘛 好這保留齁 保留 保留 沒有啊可以公 這個沒有保留 你們再溝通看看嘛 至少 部長剛剛有的他做得到嘛 有的做得到這個 我不同意保留啊 他有的做得到 那還是可以修正或通過啊 那個 不是啊 可以再溝通看看 先保留 那你再溝通看看好不好 好 那請修正文字給我 謝謝 因為現在沒有公式嘛 沒有啊 我們沒有想法 好 我們要提一個對案好不好 好 那457就是 暫時保留 那我們去看460案 460案我也是 再補充說明 就是剛剛說的 在最後有關 我們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 這個國產疫苗 未來要評估它的效果 因為現在是用免疫橋接 去取代臨床三期期中報告的部分 所以說在這個療效評估 是很重要 我相信我們可能 要花好幾百億去買國產疫苗 那但是我們要負責任 針對它的療效評估 好 要請它 還是要做更嚴謹的 做有效的一個評估方式 好 所以這個提案 衛福部哪裡沒辦法做的 再來修正 好 謝謝 好 沒有 好 這個案 就是再修正嗎 再修正還是 但是你們要國中文字 國中文字 國中文字出來 好不好 我剛才也講過 我們會提對案 好不好 好 會提對案 但是你提對案 我們現在是我們的案 我們提對案難道還行 你看嗎 你到時候可以贊成就贊成嘛 那就先保留 那民進黨團說他們要提對案 我兩個並一樣的問題就好 請看463案 463就是公告這個基準 那剛剛部長說可以公告嘛 那這個部分應該可以通過吧 修正後通過吧 審查標準OK吧 我們要公告我們的 我們的一個審查的基準 我們可以公告 你要公告你們的基準 那你做得到嗎 你的題目是要公 那我一週我可以 稍微公告兩週 好 我想一週 你希望你們提出來是完備的 好 好不好 那就我們的審查基準 蛤 他這一個是要求你公布其他 你不能公告來人包 我要請問一下 現在還可以提案嗎 沒有 表決的時候可以提對案啊 表決可以啊 那我們還有很多案子要提 沒有 表決的時候 那我先聲明一下 我們還有很多案子要提 不是啊 表決的時候那個案子 有對案當然 那個是理由本來就是這個 不是新增的案子 真正表決案子 真正表決案子 好 那463案有沒有共識 可以啊 他們可以做 我國的審查基準 部長的意思就是說 我國的國產疫苗的基準 就是我們的嘛 對 我們的審查基準 資金也 好那 阿伯 一周來不住 對啊 你們去修文字啦 修文字 我們私下趕快去修文字 好 是不是 部長你意思是 改哪幾個字可以 對我們就是說 我們可以 來公告我國的COVID-19 後面那個發表嘛 這一周內是不是一個月內 國際 國際改掉就可以了嗎 對 國際改到國內是不是 時間是不是稍微長一點 給我們 可以先預公告嗎 先預公告好不好 對 好 我們有意見 我還有 表達的機會 好不好 好 二部你們拿文字出來 一個月 一個月 好 那請先預公告再公告 好 那文字就 那個不一樣 那不會預告 我就把我們的資料就會拿 好 但是先給文 公告我們有意見才可以表達嘛 不用我們直接給委員看 這不是法規啊 所以不會有預證 看過再公告這樣子 可以 謝謝 部長不好意思 就是 這個463是針對說 我們公佈了 公佈了 公佈 它不是預公告 不好意思 公佈 現在就是請部長要公告 要公告 要公告 你很多基準也是有公告的啊 好你們文字 你們 就是可以修正文字 然後通過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做成修正通過 文字的所有你們 你們再協調一下 我們就修正 修正通過 等案修正 好 464案 好 464 是針對 目前 機關署 所合可的 疫苗專案 那可以把 合可的 專案文件 都一樣吧 確認知 你稍微整理一下吧 確認知 你稍微整理一下吧 確認知 病346 病346 好 那病346 謝謝 好 病哪裡 346 好 那出的項目啦 不是具體的文件 好不好 一樣 剛剛那個已經通過了 那 464是病 346 346 好 那就病346 好 再來 465 465好像衛福部有修正的文字 那麻煩 465有修正 那請大家看一下 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好 修正通過 請看466 466 466跟剛剛那個資訊公開的是 那就一併在一起修正文字 可以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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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並 這沒有辦法修正文字 好不好 案子太多了 剛才 五七沒有 等一下 那個466不一樣 不一樣 抱歉 現在就是針對 未來要召開的 EUA審查的 國產疫苗的這個 會議 還有相關的專家會議 那這邊是寫直播 那直播講了幾次 部長還沒有答應 剛才有一個案子已經是 如果沒有直播 如果沒有直播 那是不是可以 開放 立法委員 我們去參加這個 未來的 EUA的審查 可以修正嗎 可以通 可以同意這樣子嗎 這個保留好不好 好 這個案 沒有共識嗎 沒有共識 部長這個可以嗎 你可以做這樣的 修正接受嗎 這是一個專家的會議 那 你不要真的不要把專家會議 搞成黑箱會議了 其他的部會 人家專家會議 都是公開的 沒有像你們衛福部這樣子的 啊 立法委哪一個有專業啊 我們要去參加水保會議 要去參加內政部會議 要去參加環保署會議 哪一個部門說不能去的 而且人家都是公開的 而且 這個公民參與的 現在只有衛福部 動不動把專家會議 搞成黑箱會議 這個不好啊 我們不可以努力這樣子啊 所以部長你466可以怎麼修 你說嘛 保留嘛 保留啦 沒有啦 沒有保留拜託 這個東西怎麼直播 專家有專家 直播可以拿掉 你知道我剛剛說到直播不行 你們直播就是要給這些專家壓力嗎 去參加 我現在可以同意我們直播先拿去 陳委員 如果說我們立委都可以去的話 就不叫專家會議了 哪有 現在很多專家會議都可以去啊 我們可以去參加很多公 對啊 你如果立委 立法委員也是公民啊 就是公民參與而已啊 那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參加嗎 是啊 我們稍微說了一下 是啊 我們可以報名啊 好 那我看沒有共識嘛 不是啊 部長要回答 拜託院長 就是說 來 部長來 部長回答一下 委員他不要把專家會議 搞成黑箱會議嘛 好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大概就 就不要直播了 那我們這個會議紀錄 我們就去識別化的會議紀錄 我們公佈了 我們可以去參加嗎 當然不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啊 可以讓人去參加 美國的UA的專家會議 審查會議都直播 而且公開這個委員投票來具名了 我們有什麼道理說我們一定要這麼神秘 然後讓大家對國產運秒都沒有信息 我們沒有必要做成這樣嘛 執政黨不需要去鼓勵這樣的方式嘛 民主進步啊 你太不尊重專家了 這什麼 這沒有什麼不尊重 我也參加過非常多的專家會議 沒有道理 保留啦 保留啦好不好 沒有道理專家會議要 保留啦 因為沒有共識我們就保留 沒有 剛才確認一下 剛威福不是說審查結果公佈的時候 可以將會議紀錄 去識別化一並公佈嗎 這部分是可以的對不對 是不是修正文字 能不能參加或直播不能玩 文字怎麼修正 可以保留啦 我們要修正文字 我們先修正文字後 都在可以過的部分嘛 保留 你們先文字修正一下齁 修正文字 教育道屬第二行 音隱直播方式提時公開 現在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不要聊到下午啦 而且衛福部部長已經同意啦 就是審查結果公佈的時候 將會議紀錄去識別化公開嘛 公佈嘛 這部分是確認可以的嘛 所以我們就在倒數第二行 音隱直播提時公開的部分劃掉 刪除 或者 劃到或者 然後與審查結果公佈時 將其會議紀錄 去識別化一併公佈 這是剛才部長說可以做得到 也願意修正的 我覺得去識別化都有問題 蛤?什麼? 去識別化也有問題 沒有啦 每一個人講的一句話都出來 雙家會議的討論是非常 沒有啊 他們的會議紀錄他們不是幾次嘛 現在部長已經有想出一個可以公開的方式嘛 這是為什麼不提議的啊 這是去識別化啊 部長你不要講一半 你把它全部講出來 是不是修正就可以通過 對不對? 幫我們做文字的修正嘛 對你要怎麼修嗎 怎麼修要通過 可能要麻煩你講清楚 去修完再來看啦 那下一案 好 那 這個文字修正拿出來看 我們再討論齁 那有關於 好 467 那有關於剛才463 有說文字修正通過齁 不過修正以後 現在陳委員他並沒有簽名 所以這個463 我現在說回到463 還沒有給我簽名 我要再看一下 你要簽嗎 那我看啊 我要看啊 那就463 因為還沒有給我看啊 所以還沒確認 先往下走啦 再回來 往下走啊 好 我們看 請大家看467 好 467 我再說明 就是現在針對前面說的這個專家會議會紀錄 那如果 如果這個可以 就是把機密的部分拿掉 我們這個部分 應該就不用再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去 進行這個 釣月委員會 那 部長這邊可以嗎 之前的專家會議紀錄 哪一個啊 他要成立釣月小組了 釣月委員會 因為 之前就要沒發生就要釣月委員會 啊 還要走程序啊 你設定人家這個是必要 這個非常科學 我哪有說什麼必要 我從剛剛到現在沒有講過 我們 我們反對成立釣月委員會 釣月委員會是要去看說 反對成立嘛 所以保留啊 保留 還沒發生等到 那這個案子 我們並457 好不好 457一起文字修正 457也是有提到會議紀 沒有啦一個是成立釣月小組 一個是那個 不一樣 一個要求行政部門 一個要求立法院 不同的東西 怎麼會變 我現在先不用變 部長可以嗎 457也是保留啦 457也是保留啦 457也保留 好那我們就 就先保留 467 那我們就保留齁 好請看468 好468現在就是請 痾 疫情中心 落實立法院監督職責 將隔離政策相關的一些公文 還有 呃相關的這個 這個決行張 各層級 保留啊 這支 好 提交 好那請部長回答 這個部分有什麼 治癌難行 這個都是 你不是只有部長 你是要求行政院各部會啊 部長先針對相關的這個部分 然後 呃再會 再相關的 會商各部份 已經說要請行政院 成立調查小組 調查相關情況 那調查結果再報行政 暴力 暴力法院 不是啦 現在講468咧 468喔 現在打468 好 昨天已經要求行政院成立一個調查小組了吧 那到時候會做相關的調查 再跟我們報告一下 昨天調查小組不是只有3加11 3加11啊 3加11 那現在 那8號的公文有加在裡面嗎 昨天好像沒有加在裡面 那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加進去呢 沒有 現在講的是468好不好 好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原則 好那468 意見不一樣 那我們就暫時保留喔 好 那 再報告一下 463 因為陳委員還是沒有簽 所以我們就改變 原來是修正通過 我們現在就改為保留 好 好啦請大家看473 這個部分那個 要不要部長回應一下 好 473 這個整個有組 外務部請 外務部 這裡面我們當然就是說 現在已經有採購了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它能夠有安全 最有效 那 這裡面 這個我不知道這個意思 這個提案的意思 以個為主為輔 我們當然以現在當然是 我們在國際疫苗還是持續在採購中啊 對我想這個部分就是說幾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讓人民有選擇疫苗的機會 像前幾天這個工業區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要協助國產疫苗取得相關的國際認證 在這個沒有取得之前 我們要求這個我們的衛福部在疫苗採購的政策上 應該還是要先以國際認證的疫苗為主 那國產疫苗為輔 我們要輔助它取得國際認證 那也要讓人民有依照需求來選擇疫苗的這個權利 那也要維持我們這個所謂的國際的後續的國際參與能力 那這個是一個這個 訴求的一個表達 那我想是不是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是不是會遵辦 那個主席我可不可以建議啦 因為第一個什麼叫做國際認證疫苗為主 國產疫苗為輔 然後你又說人民可以選擇 那如果多數人民要選擇國內疫苗呢 那不是國內疫苗為主 所以我建議一下 就是把那一段刪掉就是 第一倒數第三 原要求我國疫苗採購 應讓人民依照選擇 選擇維持國際參與力這樣就好啦 中間那個所謂國際疫苗為主 國產疫苗為輔 這個這句話刪掉了好不好 重點是讓人民有選啦 我們從來沒有選擇第一人 我想這個這兩句話應該是不同的層次啦 我想第一個是應該是說採購的這個訴求 應該是目前國產疫苗 還沒有達到國際認證的標準的時候 應該要先以國際認證的疫苗為主 國產的疫苗為輔 那並且這樣才後續讓人民可以依照他們的需求來選擇 這應該是兩個層次 那本來人民就可以選嘛 邱文 邱文 就是說 是不是值得新來疫苗 這個時間 的縱走會拉很長 那短時間當然我們要一步一步照科學化來 你現在 你現在 先定這樣一個 調性的話 我是覺得 這樣並不是很好啊 不然我們要選擇 部長好不好 部長你有沒有可以文字怎麼樣 但是 你看時間的縱走長 拉長一點的時候 一步一步走下去 我們現在不必要 先假設國產疫苗就不行怎麼樣 真的不行我們不會打 這個不可能開玩笑嘛 好不好 好 好 保留好了 好 保留 好 保留 好 473保留 請看479之1 這個 建議交通部跟衛福部修改一下文字通過 好不好 好 請交通部跟衛福部修改文字 請開始 這樣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要求改請就好了 你說什麼 要求改請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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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修正通過 好 請看479之2 保留 保留 好保留 請看479之3 保留 好保留 請看479之4 這個好我說明一下 好 這就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那個 好 因為我們現在每天都有這個公告確診的部分 好 可是死亡的部分沒有公告 就是說只有公告總數 那我已經多次因為很多人的請求 他想要知道他們那個縣市啊的狀況 就是死亡數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完全不會增加任何的工作量 然後呢這個是這個就是一個資訊很簡單的公開 所以就是去世別化之後不只確診人數 死亡人數 譬如說不同的縣市性別年齡就這樣基本的數字 也請每日上網公告 那個 部長我問個那個 政委員我們談一下 這個看起來OK啦 如果全台灣這樣OK 當你有個縣市我舉個例子 萬一有個縣市只有一個人的話 一個人公布他有慢性病史啊 死亡所在地啊 如果說那個慢性病史跟死亡所在地不方便的話就把它刪除 我覺得只要前面就可以了啦 政委我談一下好不好 這個資訊齁 聽說都有 不是 我講一下好不好 這個資訊齁 來今天十幾個 你們死亡的多少 這個都有 好確診都有 那是呢 你要上網公告的時候 要把這個齁 關聯性要先搞清楚 有的是 他死因 有的要經過解剖 這和這個有關係 那他這個是已經結果了啦 就是 譬如說指揮中心宣布今天 確定有因果關係 對啊就是已經有確定的啊 我現在講的就是他是確診死亡的啊 他是已經公告的 就是指揮中心已經確認過 譬如說今天全台灣死亡人數是20個人 那這20個人 因為我們確診的人數都有分嘛 他是哪些縣市性別跟年齡 提供大家做相關的參考 那我現在只是說 家境死亡的部分 懂我意思嗎 他是已經確診的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確認說 他是不是因為這個而死 他是已經宣布 他就是因為這個而死的 這20個人 譬如說台北多少 新北多少 男的女的多少 這樣子而已啦 那如果你們覺得後面的東西太細的話 可以把它刪掉沒有關係 那個 那個 就看指揮中心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那個 萬一天到晚有人來要我們快煩死了 然後我還要去申請一次 我問一下 對我問一下 那個現在每天公布的都有寫 比方說 他是總體嘛 女性幾位男性幾位 年齡幾歲到幾歲 這樣夠不夠 你還是要希望每個個案都要公布嗎 不是 不是每個個案 那副表裡面也有各縣市什麼都有啊 沒有啊 有啦有啦 我要了兩三次就是沒有啊 不是 每天都有公布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沒有我們沒有辦法 譬如說我沒有辦法自己上網去找 我要去文給那個 我要去文給衛福部他們才把這個資料給我 所以我覺得這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動作而已 他並沒有要不公開 他只是沒有 他只是沒有上網讓我們自己去查 我們請不要說一下嘛 如果可以喔 後面他也有說 這個什麼 可以刪掉的可以刪掉 那這應該沒有問題嘛 來 基本上這是一個 當然公布沒有個資的一個 統計的資料 這是沒有問題 不過這裡面戶籍地 這個可能要很小心 就是縣市就好了 不用 不是他的地址啦 現在喔 這個戶籍地喔 你如果家常一個地址 他是很偏遠的地方 結果他住在一個比較老的地方 你公布那個位 那個人很害怕 OK 那我不曉得你們要怎麼算 因為事實上你們自己的統計是有的嘛 就是說台北市死多少人 哪裡死多少人 你們就按照你們官方的去統計方法的統計就好了 他會有一個後遺症 地方像他講說我們是沒有辦法 你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 他戶籍在那裡 叫他戶籍是在一個居住地 所以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可以不要根據戶籍 你可以根據他死亡所在的縣市 是哪個縣市也可以啊 那個政委 對啊 居住地 假定啦 我現在我不知道實際的情況 你每天公布完新北市 這10、20個裡面有17個是新北市 那這個有特別 對民眾的心情不會有 沒有 我沒有要叫他記者會公布嘛 我只是說 因為這個資訊他本來他也沒有不公開 只是我們要去取得非常的麻煩 然後其實各個縣市也都知道 他們各縣市死亡多少人 所以 對 我只是說你要我們想要的人 他可以去查得到就好了 我沒有要求部長還每天公報 他說哪個縣市死多少人不需要 所以我這上班人就是說 上網就好了 就是想要查的人 他自己可以去查得到就好了 沒有啊 議員 鄭委員 沒有錯啦 但是如果這樣公告 一定媒體自己每天都會查 今天死亡17個裡面 新北多少 台北多少 甚至萬華多少什麼 這個情況 他們各個縣政府都知道啊 他們自己都知道啊 他們自己都知道啊 至少不是指揮官每天公布 對民眾的衝擊會很大 就是說不需要指揮官每天公布嘛 我們才說指揮官每天公布嘛 我們才說指揮官每天公布嘛 不需要指揮官每天公布啦 我只要他 只要你 我們查的人查得到就好了 你不是講每次上網公告嗎 他上網公告 不是他自己 他不需要自己開記者會公告不用啊 好 好 那這本案怎麼樣 可以嗎 就是你們覺得怎麼樣 比較務實的方法 後來一天到晚我們要問 如果要再上網 按照你們的意思 對 你們方便就公告 我們說上網公告 各縣市確診人數及死亡數的統計 對對對 統計就可以了 那去是不是要依 那還是如果要公告出來 那可能還是要依戶其地 要不然基礎地會有很多的爭議 好啊 就是以你們方便的統計 就好 那都沒有問題 那 479之4就修正通過 其文不要打壞 就文字修正 好 請看514案 514案 有跟王委員溝通過 就改修改 倒數第五行要求改成請 那委員也簽名了 好 就是再次確認這個請 其實是已經會執行的嘛 對不對 這個案子我們已經在做 514案修正通過 請看515案 515案這個還是有困難 先保留 那是保留這個案 好 515案是保留是吧 對 好 保留 好 保留 516案 516也是修正 倒數第三行 那個要求改成請 然後倒數第二行的總額規範後面加一個或其他補救措施 這委員也簽名了 對這部分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請 一樣就是確實會去來評估 原因就在於說這個40萬8千被排掉的這些人 因為他是執行業務之所得 其實含了這些成本 也就是說這些人裡面還是有一些是高成本的部分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實際上收入非常的低的情況下 他們沒有任何的紓困補助可以申請到 然後所以這部分應該要來涵蓋到 說把這些費用其實應該要適時的補助到這些需要的人身上 所以我們希望是在這個被排覆排掉的這些人的情況下 當他實際上有需要被協助到的部分的時候 勞動部應該要一併來做處理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部分能夠研議看用什麼樣的方式 並且要有實際上的座委告訴他們能夠用什麼方式得到相對應的紓困補助 謝謝 好 好那就有關於這個516案就修正通過 好 院長剛剛那個463 463 463那個修正文字的部分我再唸一下 就是在最後第二行後面 就是兩週內 一併公告我國及國際COVID-19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資審查基準 那這個部分因為 我國我們就公佈我做我國的嘛 好 我看這樣的齁 因為接下來到要讓我們 我們再討論好 我們在討論好 一四年齁去準備 我們剛才跟這個會總知道 看各黨團有沒有意見 大概我們三點以前開會大概來不及啦 我們就訂三點好不好 好 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三點 請你趕快 請你再麻煩你說明一下剛剛有一些文字要修正 請他趕快過來修正 第二點齁 第二點齁 第二點 這個 剛才有講說修正通過的部分 那一定要提案人跟相關部會 要文字修改的文字要有共識 如果沒有共識 那就要改為保留 這個是第二點報告 那第三點齁 保留案 部會齁 保留案 部會 部會啊 部會 上可與提案委員 繼續溝通 若有結果 可以宴會處理 你們再繼續溝通嘛 溝通到宴會還是可以再處理 不是 拜託院長就是剛剛好幾個案 請他們趕快來做文字的修正 你們繼續溝通 你們繼續溝通 只要你們把書院有共識的拿過來 那我們就處理齁 好 跟大家報告 四六三的修正文字有沒有 沒關係 我就已經宣佈了 好 跟大家報告齁 一 針對第二輪保留 七十二案的協商 請財委會將保留 扁中 第二輪協商修正通過之內容 整理之後 送宴會進行處理 其他繼續保留之案號 含並按保留表決之案號 整理後 送宴會進行表決 另外 昨天的協商結論 時代力量 還沒有簽名 等簽名後 宴會 才能夠進行處理齁 第二 有關司法程序 特別條例 請各黨團 繼續協調 如果同意 編保留條文三條 送宴會表決處理 就請各黨團 簽好協商結論 送宴會處理 第三 那我們今天下午就是 三點開會 好 好 好 那這樣 沒有意見 我們就 謝謝大家 三位